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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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層的發展 所以今晚在北部海岸線 東北角 台北東邊的部分 偶爾有時候雲層進入的時候 還是有些短暫雨 但是整個外海的水汽 我們用這張真實色彩的雲圖 更可以明顯看得到 先第一個來看北方封面雲帶 再來北方的冷高壓 尾度還偏高 南邊這邊在中南半島 這邊是一個大的低壓區 低壓系統已經進入到中南半島了 而我們注意到 我們台灣東邊的太平洋面上 連點的壯壯這個白色的 這個都是水汽的發展 有一些雲層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再來把這個雲圖 放大來看一下 就可以注意到整個雲系的發展 台灣上空在今天的時候 吹著一點點偏著東北東風進來 但海面上的水汽被帶了進來之後 進入陸地 就使得北部有造成降雨的狀況 明天進來的水汽的量來說 相對今天之下 變得會更多更明顯一些 所以相對的也就在早晚的時候 東半部地區就容易有短暫雨出現 那從這一張紅外線雲圖當中 你可以看到跟剛剛正式色不一樣 因為正式色裡面還有可見光雲圖 可是紅外線雲圖當中的雲層發展量來說 就幾乎看不見 因為最主要是雲頂的溫度來說 並沒有很低 但是也可以注意到台灣上空來說 外海這邊有些水汽在進入的過程當中 就會造成東山會飄雨 那西半部地區是屬於天氣晴朗 所以在明天的時候 東部地區的朋友就會發現到 雲層比今天還要再更多 地面圖上可以看到 北方有高壓系統正在冬移 明天會帶一點點的涼空氣進來 一點點 實際上來說只有在晚上的感受上來說 會變得更舒服 可是白天的時候 仍然是屬於一個悶而熱的天氣 接著我們來看看後天 後天的話大家準備要放假了 也就928教室節快樂 那929的時候就中秋節了 所以可以看到一個高壓系統 在928的時候 已經進到了山東半島的位置 當這個高壓冬移了 東北風開始進來了 有第一波的涼空氣進入 溫度略降一度左右 但是第二波的冷空氣 在中秋節的時候 這個高壓冬移到達了 韓國 日本的時候 中秋節在929的時候 反而冷空氣的強度 就差不多弱的東北風 不過到了9月30號到31號的時候 來 我們來看這個 沒有31號是10月1號的時候 就可以注意到 北方有高壓冬移 當這個高壓在9月30號的時候 開始帶進來更強的冷空氣 那到達了10月1號的時候 冷空氣強度就更強一些 所以會使得 北部地區的高溫部分 大概就在29度 接近到30度左右 晚上的低溫的部分 就有點涼囉 約在23到24度左右 所以你會感覺到 這個溫度狀況來說 在禮拜六晚上開始到禮拜天的時候 這個高壓系統就會帶下來 比較涼的空氣 那目前看來 這個冷空氣影響會到10月2號 所以在10月1號跟10月2號的時候 最主要又受到北方比較強的 高壓系統影響 所以這三天的假期 往北往東走 你真的要雲縫中看月亮 那往中南部走的話 相對的天氣情只有山區的部分 有些零星的午後雷震雨 不過整體的天氣形態來說 在北部跟東部的朋友 早出晚歸的話 騎車有一點點的涼意 開始要出現囉 我們來看一下 今晚到明天的溫度了 晚上的溫度算舒適喔 明天白天的溫度 仍然是屬於有點炎熱喔 北部海岸線 東北角 台北東邊 跟基隆地區呢 有一點點的短暫 降雨狀況出現 而到了中部地區 天氣晴 日夜溫差大 但是在這個中午以後的話 山區部分有點零星 午後 陣雨 而南部地區呢 午後陣雨在高雄 屏東的山區 有一些機會發生 東半部地區主要在宜蘭迎風面 東北角海岸線會有些降雨 花蓮到台東只有下午的雲層多 外島地區的馬祖 倒是開始要受到風面的影響 會有些局部的短暫雨 未來一個禮拜我們可以注意喔 第一波冷空氣呢 大概在禮拜三的時候 到禮拜四進來一點點 再來禮拜五 中秋節的時候 也有點微弱東北風影響 那中南部還是好天氣 到了禮拜天的時候 另外一股冷空氣下來 影響到禮拜一到禮拜二的時候結束 所以整體的溫度形態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有點開始逐漸下降 而外島地區的天氣 在馬祖比較屬於早晚有點涼意 小丁臨 兩件事情要提起 白天外出 陽光強的時候 還是要防曬 還有中午的天氣熱 戶外活動記得要補充水分喔 我是戴麗鋼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視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